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台灣所有的 這個從業的觀光的這個業者 都是一個挑戰說 今天這一批客人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一次願意把時間花在台灣的旅遊 而這一次旅遊完 他會不會覺得說 其實台灣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這一次對我們所有人 都是一個震撼教育 你知道說其實做生意不是理所當 有客人而且可以忙碌這件事情 不要把它想成是given 你必須天時地利人和 你才有機會去迎接客人 你沒辦法控制 他無預期就發生了才是危機 可是我們怎麼用什麼態度跟心態 去面對這個危機 他其實就決定了我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看板人物 盛智人也是雲朗觀光的總經理 我們在台灣跟義大利都有經營飯店 這一次的疫情對於觀光產業造成很大的衝擊 在未來的一個小時 我會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是怎麼樣面對這些衝擊 怎麼樣子迎接現在國旅的商集 一起歡迎雲朗觀光 總經理憲智人 歡迎憲智經理 歡迎你來 謝謝 很高興 今天我們終於是七月歡迎來賓可以握手了 解封了 解封了 有六個月都是拱手抱拳 很不習慣 我想剛剛在一開始 你已經告訴我們觀眾朋友 其實這一次整個雲朗集團 有點像是雙面作戰 在台灣的飯店跟觀光集團裡面來講 這是非常少見的 而且我覺得你們所經歷的那個落差 心裡感受應該非常大 2019你們創了一個空前的先高紀錄 好像在元月份看起來 今年的一月份還是新高 還是新高 但是整個疫情走到四月 你們就下滑了百分之六十八 在這麼大的衝擊之下 目前我們知道台灣所有經營這個觀光旅宿集團的裡面 你們完全沒有減薪 沒有也沒有放無薪假 意大利七個飯店旅館 然後台灣以雲朗集團為主的十個 所以這些裡面沒有一個員工放無薪假 也沒有減薪 也沒有減薪 這個其實是像台灣跟意大利狀況不太一樣 意大利是政府它基本上會 對每個上班的人都補貼他的薪水 比如說你的收入假設是一千兩百塊錢 政府會大概給九百塊錢左右 大概給了七八成 然後我們公司其實把剩下的兩三成還是把它補上去 就是讓意大利的員工還是拿了完整的薪水 其實這個層數它不一定的 因為它是看你的薪水高低 有的人其實是只拿到政府六成的薪水 那我們就把那四成補上去 所以意大利的員工其實完全沒有預期到會有這個情況 意大利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司 他不會再把那個差額再補回給員工 那這個事情其實坦白說 在台灣當疫情延續了大概快一個月的時候 這個我們當然就會要做為總經理 我就有這個責任要趕快去想怎麼去因應 所以我很快的就去試算出來說 如果我們也去放無薪假 然後高階的主管減薪 我們這樣子一個月公司的花費可以省下多少 我就算一算就在開會的時候交給張執行長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這個是我們試算的結果 他後來知道的是這件事情以後 他沒有看細節他就把它放到旁邊去 他說我不需要看這個 我不打算這麼做 他當時跟我講了兩個原因 他說其實公司如果以前營運還不錯 有賺一點錢的話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 他說他怎麼可以一開始有什麼狀況 就立刻把這個壓力轉嫁到員工身上 員工不是一個員工而已 他有背後的家庭 那第二個他說 我如果以前有存一點錢的話 那現在就是拿出來用的時候 所以他們兩夫妻 顧懷如董事長跟張安平執行長 他們就自己拿錢出來增資到公司 去致應看看這一段時間 甚至於到未來 如果說營運狀況一直不好的時候 這些基本的花費 等於說他們把這個壓力承擔下來 我覺得整個公司其實都很感動 我覺得我們這個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團隊建立的過程 也是一個面對危機 一個很好的一個典範 對 因為共體時間這件事情 它是一種心情 但是誰來共這個字 然後怎麼體時間 我覺得這個在方法上 有很大的差異 我記得我們去年 訪問過張安平執行長 那他讓我很意外 是他對於歷史的縱深 是一個有高度興趣跟熱情的人 所以他決定用增資 而毫不減薪的方式 來面對這個危機 可能也是過去現在跟未來 他可能有這樣的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思考 對 他講了一句話 人類的文明是從互相幫助開始的 其實我們在面對疫情 我就一直看到他自己也好 他希望我們所有的同仁也好 都要實現這一句話 就是個位數的這種住房率 就是不到10%或者10%左右 這個其實我們原來的編制 是要面對90%的住房率的 所以你看突然人力的落差有多大 與其我們只是被動著 然後在這種負面的情緒下面 這樣子過日子 我們就應該用我們的力量 好好的去幫助一下 現在需要幫助的人 比如說我們古董市長 他就去設計說 讓我們的移工中餐廳 移工其實是還算沒有那麼直接影響 可是他們就抽出時間 米其林 對 他做了幾千份的滷味包 然後送到我們的台北市跟新北市 幾乎送了幾十家的醫院 送給醫護人員 就是幫醫護人員加油打氣 也表達我們的感謝 另外就是我們每一館 都跑去找當地的里長跟縣市政府 說在防疫上面 你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 幫忙聯絡 幫忙照顧附近的獨居老人 幫忙照顧低收入戶家庭 或者是說最簡單的去淨壇掃地 把周遭環境打掃乾淨 那我覺得就是在黑暗的 這個那種氣氛之下 我們盡量的去做一些 對社會比較有正面幫助的事情 說在怎麼黑暗 在怎麼沒有希望的時代 我們如果一開始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就會引發很多正面的回想出來 鄰居常常還會送西瓜送飲料 來給我們的同事吃 然後而且我們開始打掃以後 每個人都開始更注意自己的 周遭的清潔跟環境 也都會更主動的去打掃一些公共區域 那對整個雲廣觀光集團來說 有一個很不容易的 就是locally 當你有一個在災難當中 創想出來的一個創意 不要坐以待斃 它可以很快的執行 因為員工之間的感受力 會互相的感染 你們在羅馬 在威尼斯 你們在佛羅倫斯 在意大利有這麼大的一個觀光飯店的版圖 在那一邊 在溝通超前部署的這件事情上面 你也經驗了哪些空前的經驗 其實我們算是很相對超前部署的 就台灣來講 我還記得很清楚 是在大概大年初三的時候 張執行長就召集了我們開視訊會議 就是農曆年 然後他就覺得說這件事情不能夠輕忽 那個時候武漢那邊已經開始比較嚴重了 您剛剛講的意大利真的就是有困難 意大利還沒有爆發之前 我們那個時候就請他們就買了口罩 然後也寄了一些口罩給他們 可是意大利的同事都不願意戴 因為他們的觀念就是健康的人不需要戴 戴口罩都是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 所以要他們戴上口罩來工作 來上班這件事情 其實一開始他們是完全抗拒不願意的 那這個過程就花了很多時間溝通 然後請他們要了解這個背後的風險 我們的意大利的飯店 大概我記得是從3月就停止運作 一直到這個禮拜 陸陸續續開始恢復營業 我們終於撐到了 我昨天晚上才在跟總經理在跟他聊 他說他前幾天到米蘭去 這個米蘭還是空城 商店都沒開沒有觀光客 這個基本上還像是個空城一樣 雖然是法律上解封了 可是因為沒有商業活動 沒有商業活動 有的人可能比方做零售自營商 他的經濟回不來 所以他還沒有那個成本 能夠去負擔重新開業 那也有的人他現在知道 比方你看美國的情況 他就覺得解封之後 其實是把健康跟經濟在天平兩端 一直沒有辦法取得一個平衡 現在沒有人會去安排出國 所以這一批客人 他都會把他的旅遊的時間 跟花費都留在台灣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觀光業 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 就是說這一批客人他不是那麼在意 我的花的錢是多一點少一點 就是說我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在台灣玩的話 我有沒有得到一個我該有的 比如說旅遊回憶 我有沒有創造一些獨特的旅遊經驗 而且這一批客人搞不好 有很多對國外很多景點的熟悉 比台灣還要熟悉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台灣 所有的從業的觀光的業者 都是一個挑戰說 今天這一批客人 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一次願意把時間 花在台灣的旅遊 那我們能夠給出什麼樣子的產品 我們能夠讓客人覺得說 這一次旅遊完了 他會不會覺得說 其實台灣真的很好玩 我以後不一定 一定每一年都要安排出國 我可以多幾次在台灣去體驗的感覺 還是說玩完以後發現說 每個地方都一樣 每條老街賣的東西都一樣 然後飯店就是瞞天要價 然後服務也不到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旅遊就只有這一次了 對 因為對你們的經營來說 你所迎接的不再是 他在飯店吃Buffet 然後小孩丟到游泳池 你們去遊一個下午就可以滿足的 他認為我既然不出國了 所以他所換算跟期待的旅遊經驗 其實是去體驗 然後去看星期 你覺得我們播出的這一集的時候 剛好是7月15 全面暑假都開始 目前看起來價格 房價還沒有因此烘台 有沒有產生什麼亂象 有啦 其實我覺得 我大概不會用烘台跟亂象來形容 因為 因為他是一個市場經濟 我這樣講 今天4月份的時候 你房價再便宜也沒有人要去住 這是一個供需 你沒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你把價錢壓到再低 還是沒有人要來 可是現在 我剛剛講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所有的旅遊 都已經爆發了 我比較不習慣用什麼報復新消費 現在基本上是一房難求 在這個情況下面 當然業者就會把價錢拉高 因為你的需求就是有這麼強烈 其實租車也好對不對 然後那種車票 然後相關的交通的跟住宿 都是一樣的情況 可是我覺得業者要去自己提醒的地方是說 你不要只是想要做一次的生意 你現在有這個需求 你當然是價格拉高賣 我覺得這是市場經濟 可是你價格拉高的過程 有沒有再多額外提供該有的服務 你不能說你賣低價的時候 跟你賣高價的時候 客人的體驗跟服務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 扼殺我們自己台灣旅遊的商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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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夏天 其實我滿常看到他們在掃的 尤其是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辛苦 因為尤其又是天氣這麼熱的時候 他們還是可能 幾天就來掃一次 幾天就來掃一次 樹叢林水溝蓋 他們手拿烤肉夾 進入每個小角落小細節 一個都不放過 掃街行動周遭店家全看在眼裡 來 讚 讚讚讚 防疫的東西本來就是要先弄乾淨 我覺得 不管水溝 不管是路面 不管他去幫任何的商家 在清掃的時候 其實商家自己感受到 他們自己可能就會 把自己的環境弄得更整潔 這或許就是 對我們防疫的效果很好很好 而且我們又是在 怎麼講 台灣的門面 台北車站旁邊 轉運站的旁邊 只是看起來很乾淨的台北街頭 一次出動五個人一小時 能掃出什麼呢 就淹地很多啊 對也會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曾經 在路上這樣流垃圾啊 對 小桶子裝回收 大桶子裝垃圾 每天小拖車都會滿載而歸 團隊還笑成每兩公斤不合格 這是雲朗集團旗下均品酒店 這幾個月來的特殊任務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觀光業 這個集團宣布不裁員不減薪 我們的那個執行長 就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個人類的文明 是從互相照顧開始 在疫情期間 因為大家能做的事情 飯店都突然多了這麼多人力 因為真的那個時候都沒有生意 那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是盡我們的一點力量 在與其說一直在負面的情緒跟抱怨 我們就捲起袖子去做一點事情 所以我們每一館都應地自已 廚房裡攪拌好的麵團 師傅要再一個一個 揉捏成外薄 中心厚 接著要經過發酵 包餡 抹上厚厚奶油 才能進烤箱 這個過程就要耗時四到五小時 一包 它餡有餃汁 對 咬下去有點鹹 外面是甜的 鹹跟甜的混合在一起吃 可是也不覺得利 如果你大概把叉燒包做成甜的 就覺得會膩 但是如果覺得做到鹹的太鹹了 你沒有辦法再咬第二口 所以我們就是 鹹跟甜的一個平衡 就是這款米其林三星級餐廳 招牌點心 酥皮舉叉燒包 今年五月跟著軍品廚師 進到國小校園 成為學童餐桌上 難忘的特別家菜 營養午餐好不好吃 好吃 那今天的營養午餐喜歡嗎 喜歡 五月中開始到暑假之前 軍品酒店固定派三位廚師 進駐百齡國小 和營養午餐團善團隊合作交流 在五月和六月的時候呢 我們也特別有各有一天 出特別的餐點 像是五月的時候 我們就出了一千六百份的 酥皮菊叉燒包給他們 然後當天的話我們也有加派人力 有五位師傅在現場幫忙 透過窗盡收日月談風光 為在南投錦鄰談判的雲品酒店 原本來客八成都是國旅 疫情帶來的超級淡靜 雲品員工轉念 把無視可做的營業低谷 充分利用 用來感謝這片美景 出發 Let's go 五次油 少了多少公斤喔 應該有 這樣加起來 應該也有個150公斤油 對 對 一個禮拜一次這樣子 哭水期真的是 你可以看到那個 潭底下所有的東西 對 每週五下午這支團隊 相互扶食走到潭邊 碰上哭水期滴水位 才看到潭水底下淤積的垃圾 甚至有地毯大片反目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拍照 然後就有一支殘廚 然後它就出現 但是它的附近全部都是垃圾 對 就是覺得其實我們也 希望我們可以盡小小的一份行為 然後幫他們恢復 他們原本應該有的家園 我覺得一個正面的行為 會引發更多的正面行為 我想讓這個社會 就可以變得更好 我想這是我們的初衷 2020年絕對是人類史上 最特別的一年 一場疫情放慢了全球轉速 人們旅遊計劃也曾經全面暫停 在這波衝擊下 雲朗集團旗下 台灣10家飯店從沒坐著乾等 他們全體上下不浪費一個好的危機 主動找機會為社會 為社區付出 付出的雙手連結了不同的需求 甚至儲備了雲朗人善的能量 替未來每一次觀光服務 帶來重新再起的感動 我覺得畫面裡面給人一個很深的感觸 就是這些像雲朗五星級的觀光飯店 比方在我們就講軍品在西區那一個 傳統的零售自營商攤販比較多的地方 那因為這次好像大家變成了一體跟共好 不因為消費的落差 或者說我們講明了 就是經濟形成了某種經濟階級的落差 而形成了比較不需要互相往來 不需要互動的這樣的一個鄰居關係 這是災難中所創造的一個共好 對 我覺得 不過我要坦承一件事情 我平常是沒有跟軍品的同事去做這個事情 這就是因應你們節目的要求 可是我私底下是有去經過日月潭 然後也有去送滷味包到醫院去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過程真的是 我發現說同仁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我們出發點都是好像說要去幫助社會 可是我覺得同仁得到的那種滿足感 跟那種整體形成的那種團隊的力量 我反而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完全站在說好像說這個就是付出付出 可是其實我們也得到了很多的 正面的能量跟好處 那我覺得同事們雖然是滿身大汗 其實坦白講這種天氣 在外面不要說一個小時 15分鐘那個已經全身濕透了 可是同事們很辛苦這樣子滿身流汗 可是他們的心是高興的 是喜樂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在疫情期間 那種整個社會每天覺得說是很負面的這種情緒下 我覺得能夠有這樣子的感受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感覺 那應該是對他們的心裡面會種下了一個種子 對 那個種子應該是像我們講的 共好跟共融 講到共好跟共融 其實你們觀光飯店業者有一個很特別的 是只有三家參與其中的 就是凱撒 還有沈方正總裁的老爺 然後就是雲朗 你們三家在很早的時候 就討論出一個很突破性的方式 就是一億元的員工之間的一個共用券 是 這個有什麼樣積極性的作用 我覺得有幾個層面 一個是說在這個疫情開始以後 其實三四五月多數台灣的旅館也只能夠被動的等待疫情 沒有旅遊的商機 那我們這幾家就覺得說 其實應該一起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就想說這就是去發揮創意 想說如果我們三家合作 總共有30多個飯店 那我們就去做通用券的發行 那一方面我們先從自己內部員工開始做起 我覺得這三家的老闆其實都很了不起 在這個時候他還願意做這個投資 所以我們像雲朗來講 我們每一個員工都拿到了一萬塊錢的通用券 所以他可以去住凱撒跟老爺 這三家 你們自己的也可以 都可以 你要用在哪裡都可以 所以我 至少兩晚 我明天就要去旅遊 我就是拿著我的一萬塊錢 我也拿到了一萬塊錢的券 我就準備要去住這個老爺的飯店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讓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我們先創造 外面沒有需求 第一個我先創造自己內部的需求 然後也希望對台灣的觀光產業 有一些貢獻跟帶動 其實我們這樣投入一億 這三家這樣子投入一億以後 在我看過一個統計 就是說這個住飯店的支出 大概是整個旅行支出 在國旅上面占17% 我就算20%好了 其他還有交通 飲食 購物等等 加起來我們其實投入這一億 我們幫台灣的旅遊業 大概帶動了5億的消費 其實我們這三家集團的業務 就立刻有一個很明確 每天的努力目標 我要打多少的電話 那個時候不好去拜訪 我們就打電話去公司航號 然後去 因為我們第一波給員工 第二波就把通用券 就開始給福委會跟公司航號 讓他們來購買 所以他們可以購買 比方我們公司福委會 就可以去購買這三家 凱撒 老爺跟雲朗的通用券 就有折扣 然後就變成是你可以買來 發給同仁當他的福利 他變成是個人去做旅遊是OK的 我們就希望說 把安全跟消費都留在台灣 當時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說這個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內部的 讓同事有一個奮鬥目標 所以坦白講我覺得說 除了這個業績 其實也還不錯之外 其實我們更重要的目的是說 不要讓團隊的士氣 因為沒有事情做 沒有奮鬥的目標 就整個散掉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發揮很積極的效果 第三個是說 我覺得我們這三家集團 其實老實講 飯店業的生態 大家平常是各做各的 就是競爭是多於合作的 而且大家平常都做得還不錯 也沒有什麼動力說 我們要去怎麼樣合作 因為這樣子的契機 我們這三個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思維邏輯 然後不同做事方法的團體 我們可以竟然一起做出了 一個這麼有趣的事情 其實三家集團要合作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因為大家一開始的公司文化跟方式 不是那麼一致 所以溝通上面是要花滿大的成本 我們那天開記者會 我講一個小背景 我們還抽籤 決定說在誰家的飯店開記者會 然後誰負責發言 然後誰的排名在前面 這三家放在一起中有一個順序 我們這三件事情就做三個籤 然後誰抽到發言的就負責發言 然後抽到場地的就負責提供場地 所以我們就盡量做到說 我們大家都能夠很公平的 然後很順暢的來做好這個合作 會在什麼事上計較 很簡單 如果要計較什麼 光要計較 不要說細節 最大的是說 我如果同資了這件事情 到最後這些券這樣賣出去 會用在誰家比較多 假設說用在老爺比較多 然後大家覺得我不想去住 都會區的云浪 另外兩家就會覺得說 我想一想說 你的觀光的點比較多 那看起來會用在你家的會比較多 那我為什麼要參加這個事情 來幫你拉生意 對不對 就是說 如果一個合作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是很自立的角度 完全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來想 這個事情就做不成 我覺得這個過程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跟讓這個事情能夠順利 大家都展現了大度跟讓步 然後為對方著想 讓這個事情能夠最終能夠成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寶貴的學習經驗 而且我覺得這又是一個 共融跟共好的體現 它跟雙贏又不太一樣 雙贏是我們期待 但是如果說共融跟共好 其實那個是誰在贏 這個心就會先放下 對 而且不容易 這個合作基礎 幫我們打下了一個 說我們未來還可以繼續做更多合作 我們不只是說做這次通用券 這三家的合作就結束了 我們現在開始已經做一些 共同採購的這個做法 比如說三家一起去共同採購食材 跟一些備品 這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吧 對 你這樣子你的採購量大了 你的價格又下降了 這個事情就是三家都贏了 你往前看說 我們這三家有了這樣子的合作默契 然後可以去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子來看這個合作 就是您講的這個共好的一個想法 所以就離開原來那一個 固著的坐標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地界更不同 對 那這個也很呼籲像本公司的這個 府委會對不對 很多公司 因為現在還有中秋啊 還有春節啊 我不看好春節 國際航空跟旅行可以恢復 不會那麼快 對 所以這三家飯店的這個通用券呢 我覺得府委會是可以大氣的考慮一下 真的 因為可以去30個飯店來選擇 這個選項真的是很大 後面這匹馬 是古代這個驛站的象徵 所以我們驛站就是一個 要準備出發的地方 出發 四位空服員帶著同伴化身採點大使 從台北軍品出發 踏上旅程 繁紛北中南東四條線 體驗雲朗集團台灣10家飯店員工 特別挖掘的在地風光 你不能浮出來 姐姐 你不能浮出來 因為我的比較長 我怕它都掉下去 不會 像這間懶染工作室位在三峽山間 距離市區半小時車程 就是航阿萊才知道的體驗式行程 飛遍世界的空服員 Michelle和妹妹Rachel 這回抓緊時間感受台灣 那我自己基本上在我們公司 我一個月大概就只有上個五天班 就是我覺得趁這個疫情的關係 大家慢下腳步就可以去看看台灣 台灣真的跟國外有的比 真的真的 新冠肺炎疫情 一度把人們旅遊意願降到谷底 會在台北轉運站 無鐵共共的軍品酒店 主要客群 海外旅客 疫情初期 業績至少就掉四成 以商務客為主的新裝漢品 衝擊也是可想而知 不過危機也是轉機 差不多兩個月前 我們就感覺到說 因為疫情的影響 很多家庭沒有辦法 再做暑假旅遊的規劃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今年的暑假旅遊 國旅會是一個非常興旺的 一個爆發的時期 所以我們就請我們的美衣館 都去設計一些比較特殊的行程 希望大家把這個回憶都留在台灣 透過四天三夜體驗行銷 讓看遍世界美景的空服員 花東爬縱骨 日月談判騎單車 不同路線竟然有共同心得 我們之前都會一起約在國外 就是一起去玩 對 然後現在就是不能出國 所以就會覺得在台灣玩 也沒想到這麼好玩 這麼有趣這樣子 有一些縱骨的風景 讓我覺得就是有點像 之前非瑞士的感覺 就是那種真的是很垂直的山谷 我覺得其實滿美的 疫情期間 雲朗全集團上下主動找試坐 日月談判的雲品酒店 就算再低潮也不降價求客 守住質感 還趁機做好內部整修 這個區塊就是重新裝修過 給小朋友玩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這個歡樂森林 超前部署的準備工作 終於等到疫情稍緩的 報復性旅遊潮 隨著這個疫情的影響 我們被動來看是沒有生意的 可是我們主動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創造新的行銷方案 然後去滿足社會上新的需求 我覺得它重點不是在說 因為這樣子銷售多少數字 而是說給了我們同仁 在比較其實黑暗的一個時光裡面 給他們一個努力的一個動力 黑暗的隧道總算透出微光 泰魯閣馬拉松宣布開放報名 雲朗集團第五度贊助 總經理盛志仁 甘願早起趕火車出席記者會 每一年我們都盡我們的力量 每一年在辦的時候都能夠有一些 新的元素跟活動驚喜 能夠加進我們的 這個泰魯閣馬拉松 3 2 1 3 雲朗集團很積極的找上自家旅館 所在地年度盛事 泰魯閣馬拉松每年九成參賽者 來自外地 日月潭永度的活動 進行到今年已經38屆了 那在之前因為 肺炎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也有暫時 不辦理的一個念頭 2019年吸引來自36國 2萬3千多人參賽的 永度日月潭 2020年報名終於正式啟動 所以我們在這邊一起運動 一起享受美景 因為美麗的日月潭 是大自然送給台灣 送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我們也再一次謝謝 在萬人永度後面 超過一千多個志工 永度日月潭 每年至少給南投 帶來兩億觀光商機 雖然今年因為防疫 玩具外國參賽者 人數僅限2萬人 其實每一個賽事的舉辦過程當中 都是重大的國旅活動 因為幾乎不管是太魯閣 或者是永度 都會讓當地的旅館跟民宿 都是爆滿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 旅遊的商機跟刺激 其實效果是很顯著的 在疫情最嚴峻的 2020年第一第二季 雲朗大當家帶著全體員工 調整心態 堅信寒冬一定會過去 直到6月7號 政府宣布放寬管制 正式邁入防疫新生活 飯店裡也才有充分 專業的人力 引接國旅復蘇 其實台灣真的有 好多好多好玩的地方 不是說我們住在台灣 就已經把台灣的點 都完全了解了 其實玩有很多玩法 你到最熱門的打卡點 去拍張照 也是一種玩法 然後你到當地 去深入了解 它的故事 跟它的歷史文化 這也是另外一種玩法 化被動為主動 把危機變轉機 雲朗全體上下一心 把低谷轉化為 每一個把自己 準備好的當下 每一份儲備的 更豐厚的能量 都將成為一次一次 住客旅程裡的獨特回憶 我們把我們能夠想到的 我們最好的東西 拿出來招待我們的客人 我們嘉義去帶到 一個很漂亮的茶莊 那我們自己沒有經營茶莊 可是這個茶莊的主人 就會說只要是 我們帶來的客人 他會來做詳細的解說 跟接待 然後跟導覽 告訴他們整個自查的過程 而且那個茶莊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們最大的挑戰也是 你怎麼樣創造 現在那些高端旅行的人 他還是要消費 你怎麼樣創造 他覺得值得的經驗 對 我們大概在兩個月前 就有感受到 這個暑假的商機跟影響 我們在兩個月前 其實在公司開月會的時候 我們就有彼此提醒說 我們會迎來一批客人 這批客人是 每年會安排出國度假的 他們不是那麼在意 他花的錢的多少 可是他希望創造一個回憶 所以我們希望每一館 都去安排一個 比較有特色的行程 像你提到花蓮的打卡 就有很多人還不曉得 對 像打卡是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旅遊的地方 而且打卡附近 有很棒的 在河中有很棒漂亮的海灘 然後也有澳花的瀑布 其實這些都是隱藏的美景 別人其實是不見得知道的 我們就希望我們的客人 我們可以導覽 我們可以介紹他們 包括我們的高雄 我們跟中山大學合作 你住在高雄 我們可以帶你到西子灣 由中山大學那邊 專業的教練 在上面滑獨木舟跟立獎 這就是很特別的 這個就是其實真的只有我們有 能夠安排的 這樣子的一些行程 然後我們每一館 在兩個月前就開始這樣子規劃 然後我們在兩個禮拜前 我們就邀請了四組 不同航空公司的空服員 這很妙 對 四組空姐 這誰想出來的 你不要說是你 空姐這個是我想出來的 因為我想到一句話 就是說不能出國的痛 其實空服員最了解 因為他們都不能飛了 以前飛全世界的 現在都不能飛 而且還是他們生存的問題 對 後來我們就想說 既然他們都不能飛 都在台灣 我們乾脆就邀請他們 剛好我們的每一個飯店的 這種特別行程都規劃好了 就請他們來體驗 來幫我們代言 所以他們每一天 就住在我們不同的飯店 然後把他們出去玩的 這一些過程都拍下來 然後錄下來 現在有影片有照片 然後還有他們體驗的結果 我覺得他們都玩得好開心 然後你好會行銷 我還停留在上政論節目的聖老師 然後都把每一天每一天的 PO在網路上面 回想怎樣 很棒啊 我覺得我們 而且看到那個影片 我都想去 因為我們坦白講 這很多行程 我也沒有去體驗過 我看到他們這樣去玩 我就知道說 原來這些行程是怎麼回事 我都很想去找時間 一管一管去走一下 每一管所安排出來的 這些特殊行程 那對於你所有的飯店 從業人來講 我覺得他們好像是一個升級的挑戰 因為如果一個人 他秋天去日本搭豪華請台列車 他冬天的時候 他去北極圈 然後直接做雪橇 就是說對他們來說 當他今天選擇了國旅的時候 他要接受的不只是服務 而是款貸 對 服務跟款貸就不一樣了 對 其實款貸 你講這個很棒 其實我們之前 這是我們之前沒有對過的 我們之前在內部 就是幾年前就已經定位說 我們就是在款貸客人 款貸的定義其實就是 我們把我們能夠想到的 我們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招待我們客人 所以而且我們也把我們 現在的這些做法也把服務的範圍 擴展到飯店之外了 今天我們不是在這個飯店的地理位置範圍裡面做事情 其實整個城市都是我們服務的範圍 你住在我們的飯店 我們就希望說我們可以帶著你去看到這個城市 它有各種不同的風貌跟特別的這種安排 其實所以我們的每個總經理都很辛苦 他們為了安排這些東西 他們要去拜訪很多不同的異業 這也是另外一種異業結合 就是說我們不一定有這個能力 比如舉例來講我們嘉義去帶到一個很漂亮的茶裝 那我們自己沒有經營茶裝 可是這個茶裝的主人就會說 只要是我們帶來的客人 他會來做詳細的解說跟接待 然後跟導覽告訴他們整個制茶的過程 而且那個茶裝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我們要去探索 我們自己也得是更深入的去探索 我們所在的這個環境 然後去找出各種有趣的組合 所以有聞的有舞的 有上山下海的 也有比較平靜在那邊喝茶喝咖啡的 那我們有不同的搭配 讓客人依照他的需求來做選擇 這就是體驗型的旅遊 現在全球在走的一個趨向 體驗型的 然後在心靈跟感受上高度沉浸式的 所以現在就講說 現在重視的不是CP值 是EP值 E就是experience 所以你講這個就完全對 這個連在專業上面 都是這樣去形容 CP值已經 就說不是我們追求的東西 重視的就是experience的EP值 所以就整個 如果我們今天拿雲朗集團來做例子 2月到4月的 這麼長的一個時間的低潮 我們回到剛剛講的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對於他們自己孕育了怎麼樣的自我榮譽感 因為榮譽感會驅使一個人做出超過被期待跟要求的成績 我最近跑了幾次花蓮 因為我們的花蓮館 就花蓮現在目前是全台灣國旅熱門第一名 這個是根據好幾個線上訂房的 不是我們自己的就像agoda booking.com他們統計的資料 台灣現在花蓮是最熱門的一個訂房點 我們的飯店也生意非常好 可是我們看到同事很辛苦 可是他們很願意去做更多 我們為了因應這一次我剛剛講的說提高體驗的這個值 我們比如說在增加了那種happy hour 在我們有一個游泳池 在池畔去做烤肉跟食物去供應給客人 我們在上一次連假就去試著做這樣的事情 同事準備這件事情非常非常辛苦 可是每個人都很高興 因為第一個他經歷過前面的這個低潮 我覺得這一次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個震撼教育 知道說其實做生意不是理所當然的 客人來這件事情 有客人而且可以忙碌這件事情 不要把它想成是given的 你必須天時地利人和 你才有機會去迎接客人 所以你說施與德在一個災難裡面 你說化妝的祝福 這真的是每個人是經驗到了 它不是一個我們想像的真理而已 這個體驗真的很可貴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片頭講的那句話 就是不要浪費一個好的危機 其實危機真的是你沒辦法控制 它無預期就發生了才是危機 可是我們怎麼用什麼態度跟心態去面對這個危機 它其實就決定了我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然後我們以後會有什麼樣子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這個危機的過程 真的是讓我們學習很多 世界運作的常態會跟以前不太一樣 當終端消費者的消費力已經大幅萎縮的時候 你說哪一個行業最終會是好的 這個衝擊會有多深 會對產業的秩序造成多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都是每個人要去深思 然後去做好準備 我們來談一下都會區的大型五星級的商務飯店跟旅館 比方說你們有軍品 當我們談到這個國旅 它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我們在地消費內需消費的時候 你覺得你怎麼看我們國境開放的節奏的這一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宣布了商務客可以來 但是觀光型的外國護照現在還是完全不行 要撐多久 你現在信義區這麼多飯店 我覺得我坦白講我是比較相對悲觀 因為我覺得雙北市要恢復過去的這種榮景 它不是短期內可以看到的 因為你看全世界疫情的這個數字 就是說以全世界的人口跟確診率 跟它疫情那個曲線來講 你還沒看到說現在還不是在高原期 現在還是在成長期 你說要開始恢復到國境開放 然後觀光客進來 然後雙北 現在雙北在台灣還是觀光的重災區 所以我覺得說要有這個心理準備說 它在短期內是沒辦法恢復的 所以說可能就要想更多有創意的方式 來做行銷了 當然我覺得大環境這個樣子 你再怎麼有不同的創意 它也有一定的限制 現在譬如說很多人喜歡未出國 你如果能夠創造一個 也不是大家都有辦法去請假 如果其實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現在來住台北市飯店的人 基本上是以台北人為主 台北人真的是來享受一下度假的感覺 另外我們現在當然也在規劃一些比較特別的產品 只是不好意思說因為還沒有推出來 我不能跟你講說炮具007的話告訴你就必須殺了你 所以我現在我們正在規劃當中 所以我現在還不能說 我也希望說這個是跳出了飯店的範疇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就希望試試看 試試看不同的東西 還是那句話 你不能夠坐以待筆 就是我不能等到說要是台北市兩年都沒有恢復 那你難道要這樣子過未來兩年嗎 一定要想辦法去嘗試不同的做法 這些問題是我相信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回答的問題 我目前訪問到的真正的 就是說我覺得在高階做戰略性的運營布局的人 其實都沒有把疫苗出來這件事當作唯一 就是最後的救命藥方都沒有 對 都是說不知道 不知道了 這個不確定性實在太高了 所以你只能夠說做這個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 如果今天狀況沒有我們想的這麼悲觀 那我就是要放鞭炮慶祝 如果我們我們現在預想的是比較悲觀的情況 然後我們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去做各種的準備跟提案跟創新 那如果說他的狀況突然好了 突然下個月有人說他疫苗做出來了 然後國際觀光恢復了 那我是百分之百高興說我的預估都是錯的 了解 你剛剛已經提到了 這次的災難是全球性的 所以這個世界被打平了 我們每個人不管是貧富 不管我們的處境 其實我們覺得每一個人所經驗的都一樣 有哪些事情他是不會再回來的 但是我們也不必為此而哀嘆 因為不會再回來的事情帶來新的轉變 就整個雲朗集團來看待自己 什麼是不會再回來的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變了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叫做 以後世界運作的常態會跟以前不太一樣 像我剛剛講說 旅遊來講 其實很多不必要的旅行 在這一次疫情之後我覺得會降低很多 商業的旅行 很多人會發現說 原來我很多商業的會談跟旅行 其實是不必要的 所以我聽說各行各業都會有很多這種新的常態會出現 那很多的這個生意 這個現在我每天看到不同的這個企業倒掉 你覺得這是不可思議 我這兩天聽到那個brook brothers Victoria's Secret 他們都就這樣子破產了 那整個企業的秩序 我覺得這一次除了疫情的影響之外 更大的衝擊是在經濟消費力 當終端消費者的消費力已經大幅萎縮的時候 你說哪一個行業最終會是好的 那這個衝擊會有多深 會對產業的秩序造成多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都是每個人要去深思 然後去做好準備的 今天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盛總經理 他代表整個雲朗集團 每一個雲朗人在這裡跟我們分享了 在意外的災難當中 我們如何不斷的準備自己 在共好的心情裡面創造共融 這個災難會過去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盛總經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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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